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拜登政府日前公布了对中国获取晶片和人工智慧AI关键部件的新限制,业界关注对台积电的影响。 台积电对此回应指出,台积公司作为一家守法的公司,一向致力于遵循所有可适用的法令与法规,包括可适用的出口管制法规。 他们目前预期,相关事件对台积公司的可能财务影响仍在可控范围。 据悉,美国商务部对高频宽记忆体、HBM和晶片制造设备的销售实施额外限制, 新规则影响27种晶片设计和制造工具,包括美国公司在外国工厂生产的设备。 它还将另外140家中国实体列入实体清单,指控这些实体代表中国形式。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BASE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美国将限制中国生产对其军事现代化等至关重要的技术的能力。 它扩大了实体名单,包括半导体工厂、设备公司和投资公司。 这些公司正在按照中国的要求,进一步推进先进晶片目标。 另外,AMD执行长苏兹峰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预估,雷亚晶片市场规模将以每年60%的速度成长, 在2028年时到达5000亿美元。 届时,这类产品的市场规模会相当于现在整体产业规模。 苏兹峰表示,现在运算业界最令人兴奋的环节是如何发挥AI的能力。 AMD认为,AI将是无所不在,将在所有应用、所有产品、所有场所之中, 这将需要运算能力。 苏兹峰表示,这就是AMD所处的位置。 他真的相信,AI是他职业所建,最能带来变革的科技。 AI的发展,比他们建国的事物都快, 就像是他们过去18个月取得的进展, 绝对比过去十多年还多。 苏兹峰认为,AI市场规模庞大, 意味着所有生产伟大产品的企业都有庞大的成长空间, AMD相对较少的资源不成阻碍。 AAMD一直处于人力不一定跟大企业一样多的处境, 但AAMD绝对会在特定技术能力与产业影响力方面, 和高于自己量级的对手较量。 谈到辉大时,苏兹峰表示钦佩, 认为执行长黄仁峰很杰出, 两人虽是远亲, 但直到各自成为科技公司主管后, 才在产业活动首次碰面。 黄仁峰此前, 在美国超级运算大会SC2024发表线上特别演讲, 并特地邀请鸿海在会场首度亮相最新量产版GB200AI伺服器机轨, 打响AI族冲刺GB200第一炮。 黄仁峰俨然是现在科技业最关注的话题人物, 他先与SC2024发声, 预料将释出对AI产业及GB200出货看法, 成为全球投资界提前在挥达财报会议前掌握 AI实况的重要风向球。 SC2024是全球最大规模高效能运算盛会, 挥达官网揭露。 黄仁峰在SC2024将与挥达副总裁 即超大规模与高效能运算总经理Ian Buck, 阿贡国家实验室运算科学负责, Irvind Ramanizen, 以及阿布都拉国王科技大学应用数学和运算科学教授 David Keyes一起讨论科学运算的最新创新。 鸿海应挥达之邀, 于SC2024首都亮相量产版GB200AI伺服器机轨。 鸿海先前曾展示GB200AI伺服器机轨, 但当时是并没有装上GPU晶片, 这次将是出货前的量产版本正式展出, 显示GB200将开始冲刺业绩。 鸿海集团表示, 将于SC2024展示最新AI基础设施创新成果,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专为一兆级参数大型语言模型LLM训练, 及及时推论所设计的新一代业冷AI机柜系统, 采用领先业界的多晶片互联技术。 鸿海强调, 现阶段AI产品展望比八月法说会使能见度更佳。 2025年是鸿海的AI人工智慧年, AI将是2025年集团最重要增长动能, GB200出货量将逐渐攀升。 回答最近的财报会议显示, 分析师普遍看多, 预料每股盈余将年增88%, 打0.75美元, 营收估年增82%, 打330.6亿美元。 Saskwahana金融集团分析师罗兰表示, 他确认产业链后发现, 回答目前Hopper系列晶片的需求依然热络。 Oppenheimer分析师夏弗预期, 回答资料中心营收将增长近两倍。 Raymond James分析师帕球里指出, Hopper需求与包括要增产, 将驱动回答未来业绩, 但供应是一大变数。 关键将是猜测, 华尔街预期, 回答每股盈余将增长58%至0.82美元, 营收增长67%至369.4亿美元, 只是市场挥之不去的忧虑之一, 是回答能否从晶圆代工厂台积电, 以及系统组装厂红海集团和广达, 取得足够的产品供应。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摩尔玉琪, 回答Blackwell晶片, 有望进账约50亿至60亿美元营收, 但回答可能因晶片供应受限, 更难发表市场习惯的超强猜测。 在人工智慧晶片供不应求的情形下, 现在的台积电高雄新厂2纳米进度超前, 有益阔大高雄投资, 规划于前中游高雄列油厂土地兴建第三期厂房P3, 第四期P4,第五期P5也启动环平, 并争取扩大开发面积, 将在P3东侧继续扩建, 延续先进制程。 根据规划, P3厂在2026年完工后, 预计P4、P5厂也将在2027年接力完工。 把人看好, 台积电扩大高雄先进制程投资, 意味客户订单持续涌入, 公司有必要增加更多产能, 为后续营运增添更多动能。 台积电在台湾布局2纳米, 新竹宝山, 高雄新厂两路并进, 预计2025年量产。 高雄厂是台积电在当地的首座12英寸厂, 原定以成熟制程切入。 2023年8月, 董事会拍板朝2纳米扩充发展, 原规划相关设备最快2025年第三季进击, 已提前至11月底进击, 较原计划超前半年以上。 根据环评数据, 台积电正争取扩大P4、P5开发面积, 原本10月规划面积约41公顷, 最新定案面积增至43公顷左右, 加计原申请的P3厂面积后, 合计基地面积约60公顷。 台积电12月月底召开原中油公司高雄列油厂, 土地新建半导体厂扩建计划环境影响说明书公开会议, 正式对外说明。 台积电在一期园区启动第一期P1、 第二期P2建厂后, 今年启动P3扩建计划, 但扩厂用地迫切, 决定在P3厂旁接续启动P4、P5厂扩建计划。 总体来看,台积电高雄厂布局顺遂, 规划在原中油高雄列油厂土地内兴建P3, 但全球半导体业急剧变动及国际竞争力, 基于产业制成全球布局考量, 仍具紧迫持续推动建厂营运需求, 规划在P3厂房旁, 土地启动扩建P4、P5计划, 发挥产能群聚宗小。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